老公背着我和我的秘书有了孩子,十年后意外发现儿子不是亲生的,他拿着鉴定报告,暴怒殴打秘书,质问他是谁的野种,不料我一句话让他们彻底傻了眼,看文没有结局,终将困其一生。 夜夜提醒你,本片全文一更到底,制作不易,还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了,下面证文开始,我正是小奶狗约会呢,不想梁助理打电话过来,饶我雅兴。 夫人,出事了,她的声音震得我耳膜快聋了,您再不回来,可真得闹出人命了,姚小姐已经哭着喊你的名呢。 文言,我笑了,这道新鲜,老公舍得打十年情人,十年前,我与陈诚恋爱结婚,可惜,富贵老公难耐诱惑,背着我与我的秘书搞在一起, 还让她怀孕了,比亏的她,反而倒打一耙,你以为我想出轨吗?还不是因为你生不出孩子,生不出孩子,是我的原罪。 从此之后,我与陈诚的夫妻感情,全面破裂。为了集团利益,我们开启了貌合神离的夫妻生活。 实际上,背地里各玩各的,她有红颜秘书,我有奶狗狼狗,向来井水不犯河水。 梁助理急得跺脚,夫人,别闹了,情况紧急,你再不来,就没法子收场了。 我挑眉笑道,我那亲爱的公公呢。 老陈总出国了,听到消息,正在赶回来的路上,现在,只有您能稳住小陈总啊。 我摇晃着红酒杯,看着对面的小奶狗,叹息道,我只是一介豪门气负。 小陈总与情人打情骂俏激烈了点,我去掺货,会不会太没眼力? 梁助理都快急哭了,小陈总真的要杀了姚小姐,你可得为大局着想啊。 小陈总闯祸,受难最大的还是你,毕竟,你和小陈总,对外还是夫妻关系。 我冷冷一笑,却无法反驳,只好对着小奶狗的俊脸,穿上衣服,惋惜道,姐姐要去干件大事,我们下回再玩。 陈家门口,梁助理伸长脖子盼着我,还没入家门,便听到了陈城乱砸东西的剧烈响声,还夹杂着各种辱骂声。 贱人?你这个贱人?我笑道,他们不是十年恩爱如意出吗?怎么突然闹成这样? 梁助理瞪了瞪我,一副我明知顾问的表情。 庸人们神色紧张,见我来了,纷纷让道。 一入屋,已经没一处好落脚的地,定制的奢侈毛毯上全是纸张, 各种高价装饰物也被砸得七零八岁,家用电器也未能幸免。 真的是吵架呀,这是拆家呢? 当然最最最可怕的是,向来儒雅的陈城,正摁着摇水帘的脑袋,不断往大鱼缸里压。 周边溅起一片水渍,浑身充满杀气,恨不得下一秒将摇水帘给活活溺死。 这个大浴缸,还是公公花了重金打造的装饰品。 见况,我马上喊助理与管家拉开陈城。 当然,我心疼的不是人,而是钱。 好多钱。 摇水帘身软的瘫倒在地,交好容颜的妆容近毁,高定的裙子也紧贴身上。 波涛大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狼狈不堪又楚楚动人。 我左右打量两人,看向双眸喷火的陈城,家暴很好玩吗? 非得弄出个人命,才甘心。 陈城死死盯着摇水帘,那眼神似要对她抽筋八股。 摇水帘吓得缩在我的身后,缓过气来,便向我哭诉道, 非妹妹,十年前,是我对不起你,可是孩子是无辜的呀。 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手段污蔑我,离见阿诚与小记的父子感情呢? 她眼眶红红,摆出一副比斗鹅还要委屈的表情。 说话时,还捂住胸口,好像下一秒就要晕过去了。 哎,我这个吕洞宾不好做呀,怕被咬。 于是我只能对梁助理耸耸肩,表示自己爱莫能助,看来还是找警察解决吧。 丢下话,我正准备离开。 然而,摇水帘脑子搭错线了,扑了过来,湿漉漉的手抓住了我的脚踝。 抬起那张湿漉漉,委屈巴巴的脸,压着嗓子哭道, 非妹妹,我知道你讨厌我曾经背叛你。 可是,我也不想的,我的本意是想要帮你的。 你那时急需一个孩子,来保住你的身份地位。 要是没有我,陈家容不下你。 我这么处心积虑地为你着想,你怎么能这样辜负我的良苦用心? 好一个良苦用心啊! 我都要被摇水帘的脑回路给气笑了。 十年前,飞机失事,我父母丧生,那时候正怀孕的我,大受打击,流产了。 医生诊断我,这辈子再无法生孩子了。 陈家得知这件事后,公婆非但没有安慰我,反而整日在家给我脸色看。 公公叹息道,我们陈家家大业大,怎么都得有个继承人吧? 我不重男轻女的,我那可怜的孙子。 而一直看着我长大亲切婆婆,垮下脸来。 是啊,我那可怜来不及出生的孙子,太可怜了。 当然,这不是最过分的。 我大出血送到医院的时候,父中子才刚满六个月。 还没等医生询问宝大人,还是孩子,婆婆先不依不饶碎碎念叨,一定要保住我们孙子。 我怎么都无法相信,曾经扬言要对我视如己出善良婆婆敬畏了还没见面的孩子,不顾我的生死。 失去孩子的是我,难道他们能比我更痛苦吗? 事后,婆婆也没跟我道歉,变本加厉道,吃了那么多好东西,也不见孩子的踪影,站着毛坑不拉屎。 看我脸色皱变,沉沉在中间或稀泥。 妈,现在生孩子的方法多着呢? 现在重要的是养好妃妃的身体,咱们不差钱,医学能解决她的不孕不遇。 说着,她还揽着我的腰,要求我笑脸迎婆,并且,她还拍着响当当的胸脯,保证道,这个孩子跟我们无缘,不过下一个,一定更好。 你和爸甭操心,少不了你们的大胖孙子。 听着他这些大男子主义的话,我内心非常不舒服。 为什么非得是儿子呢?如果是女儿呢?万一,我真不能生了呢? 在看婆婆逐渐好转的脸色,在看到沉沉袒护我距离力争的样子,我默默忍下了这些不快。 如此一来,我开始了漫长的医药求子生活。 尽管十年前,治疗不孕的医学相对成熟,却依然没有治好我的不孕症。 外加上,我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求子路程,让我的精神压力不断增加,导致我一度想要轻生,迫不得已向沉沉提出离婚。 沉沉却决然拒绝,生孩子,那是为了给爸妈交代。 沉沉,在我眼里,你比孩子重要得多。 我听得心里特暖,认为没有嫁错人。 于是我和沉沉商量着,决定收养一个孩子。 公公与婆婆想都没想,直接否决。 尤其是公公,我们沉家辛苦积累的家业,难道拱手送给一个毫无血脉关系的外人? 我们沉家有今时今日的地位,还有你们老刘家,就你是独苗。 生孩子就是血统的传承,你不生,就是要断了我们家的血脉啊。 你这是要当沉家与刘家的千古罪人啊。 沉家与刘家的血脉继承压力,全部推到我的身上。 我就像一颗快冲爆的气球,四处发电子邮件,意图寻找生机。 美国有个机构给我回复了,说看过我的报告,有60%的机会可以生育。 我大获惊喜,连忙借用出差之名,前往美国进行深度检查。 等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高兴地手舞足蹈,迫不及待要与陈诚分享这个好消息。 然而,我做梦没想到,陈诚同样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 她和姚水莲正上演激情推的奸情。 姚水莲是我的大学室友,她家境贫寒,来自大山。 大学学费也是靠贷款的,好在性格坚韧,能吃苦,也爱学习。 我对她印象不差,看她经济拮据,时常接济她,甚至帮她支付大学学费。 对此,她也非常感恩,并且时常红着眼眶,握住我的手,发誓一定还钱给我。 我说不用,她却处处为我着想,帮我打饭打开水,还曾帮我洗袜子。 直到毕业后,她靠着我的关系,进入了刘氏集团工作。 陈家公司这两年,在新能源产业发展如火如荼,而刘氏集团却是陈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在我爸去世之前,陈家也不过是我家旗下的一个分公司。 我与陈成结婚后,陈家才在集团分道好资源,这才逐渐有了起色。 十年前,我爸妈的私人飞机出世,集团乱成一团。 公共以我刚刚丧父丧母,又丧子身心俱疲为由,说是帮我代理管理集团。 从此,成为集团第一掌舵人。 我当初也没想其他,反而是陈成贴着我的耳朵说,放心好了,爸能打理好集团,你现在安心备孕就好了。 另一方面,姚水莲靠着不错的业务能力,在公司展露头角。 同样,他不断告诉我,集团的事,大臣总与小臣总管理得很好。 不用你操心。 如果有事,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绝不让别人伤害你。 眼下你最重要的是养好身体,生一个大胖小子,知道吗? 他的语气是那么诚恳,表情是那么忠诚。 以至于,我从来没有过半分怀疑。 甚至,我非常感激。 感激我有个能体谅我的好闺蜜,感激我有个善解仁义的好丈夫。 感激公公婆婆即便有些不快,却始终以我为先。 帮助我,让我尽快让整个家庭更加圆满。 与此同时,我更加地愧疚,也下定决心,想尽办法,为陈家与刘家延绵血脉。 我也坚信,在这样有爱的环境里,我会重新站起来,一切会恢复如初。 事实上,我终究太过天真了。 当我拿着治疗方案兴高采烈地推开卧室大门,迎接我的却是难舍难分的一对狗男女。 那天是周日,家里却不见一个庸人。 我正好奇时,却听到卧室里传来的异常的声响。 瞬间,我的身体冰冷,双腿发颤。 就当我正要推门而入的时候,里面传出的声音让我僵在原地。 快点,摇水帘柔情的声音,黏腻地像蜂蜜。 紧接着,听到了另一个男人的笑声。 也正是我的丈夫。 之前信誓旦旦说,我比孩子更重要的男人,也是我的爱人。 他贴着摇水帘的耳朵说,快叫我名字。 陈哥哥,叫我阿诚。 阿诚摇水帘娇称地换道,整个空间都是梦浪的声响。 我会帮你生孩子,这样陈家就有后了。 我不会寄予飞飞的位置,我只是想要帮你,也帮飞飞,话音还没落下。 我火气宫心,猛地踹开房门,只见两个人搂在一起。 身上全是梦浪过的痕迹 见到我后 一对狗男女共同脸色大变 摇水帘先害怕地缩在陈诚的怀里 陈诚震惊半晌后 顺手拿起一件毯子 掩住身体 震惊到 不是说后天回来吗 菲菲 这件事我能解释 你看到的都不是事实 我知道你这两年来 不好受 快被孩子逼疯了 她说了很多话 而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亲眼所见的震撼画面 让我整个处于的空间 都呈现扭曲状 等我回过神了 他们两人已经穿好衣服 当然狼狈不堪 尤其是摇水帘 扑着跪在我的面前 摇水帘扬起那张楚楚可怜的脸 流着泪说 菲菲 都是我不好 是我太想要帮你了 你生不出孩子 我可以帮你的 真的 我不会威胁你的地位 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做的 你别生气 是我该死 应该先争取你的同意 说话时 她抽了自己一大嘴巴 嘴里依然碎碎念说 我想替你为陈哥 小陈总生个孩子 菲菲 等你想好了 我们再谈 还没等摇水帘起身 婆婆的声音从楼下传来 不行 只见向来高雅的婆婆 用最快的速度跑上楼 推开了我 握住了摇水帘的手 然后上下打亮着摇水帘的身体 确保无恙 这才挪开目光 投向了我 刘飞 难得水帘帮你 你这是什么表情 都给你两年时间了 你的肚子一点动机都没有 你不生 还不容许别人帮你 水帘说了 不跟你争 这么为你着想的好朋友 上哪去找啊 你该不会真想断了我们陈家的后吧 你可答应过公公 一定会生的 一阵阵寒气 从我的脚底板直往上冒 我牙齿打颤 浑身近乎虚脱 呆滞地望向了陈诚 答应一定会生的是陈诚 陈诚心虚道 飞飞 婆婆见儿子底气不足 将气撒在我身上 别看了 这是我的主意 我给澄澄弄了点鹿绒汤 也劝说了水帘 她答应帮你 用她的肚子生孩子 这是不体面 我才瞒着你 你应该体谅我们的良苦用心 帮我呀 好高一顶帽子 我不禁笑了 可眼泪却控制不住地往下掉 妈 你真会说笑啊 我劝妈现在也可以懂事点 帮公公找七八个情人 生个九个十个儿子 这样就不愁陈家无后了 婆婆气得面色发青 抬起颤抖的手指对着我 倒是陈诚一听这话 立刻绷不住来 飞飞 你太不成体统了 怎么跟妈说话呢 我还没回答 摇水帘又扑腾 跪在婆婆的面前 抬起挂着泪痕楚楚可怜的脸 柔声道 阿姨 都是我不好 飞飞现在太生气了 气糊涂了 才会口不择言 我替她向你道歉 异常诚恳的道歉态度 让婆婆有台阶可以下 傻孩子 你这孩子怎么缺心眼呢 又不是你的错 你的好心被当成驴肝肺了 说话时 婆婆搀扶着摇水帘起来 并怪里怪气地说 别看有些人出身富贵 还不如穷山沟里的女孩子 拾大体 果然 女孩子不能太宠了 都被宠坏了 连长辈都不放在眼里 得亏爸妈死得早 否则估计也得被气死了 刹那间 我的身体优先于思考 啪的一声 毫不留情的一个巴掌 响亮地甩在了她的脸上 在场的人都呆滞住了 婆婆回过神来后 激愤交加 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 陈诚 她打你妈呀 今天 你不打死这个小贱人 跟这个小贱人离婚 就不要叫我妈 陈诚愤怒不已 将我推倒在地 刘飞 你太过分了 都跟你解释清楚了 你怎么还动手了 说话时 她不停地给我挤眼色 无声对我说 对不起 老婆 待会我们再谈 婆婆并不满意 陈诚以送她去医院为由 拉着婆婆离开 至始至终 婆婆没有松开 咬水帘的手 也是 要带水帘去检查一下身体 总比不会下蛋的机好 他们离开后 屋内只有我一人 满地瘫痪的狼藉 与无孔不入的汗星气息 引得我胃中翻滚 因为腹中无物 我吐出了胃酸 又忍不住凄惨地笑了 十年前狗男女的汗星味 与此时的气息重叠 她跟十年前一样流泪 跪在我面前 不同的是 她此时此刻 努力做出一副 要停止落泪的小白花模样 越发令人怜悯 如此精湛的演技 可惜浪费错了地方 我无视梁柱里的眼色示意 悠哉地欣赏战局 沉沉面色贴黑 脖子都爆出青筋 打断了她的话 住口 从哪里找来的野种 想要张冠礼带 破坏我和菲菲的夫妻感情 还妄想继承我家的家业 你这个贱人 姚水莲的眼泪 将在眼眶中 满脸震惊 哆嗦着嘴唇道 阿诚啊 我跟了你十年了 有人不理你 只有我掏心掏肺对你 我不婚 搭上了我后半辈子的幸福 你看小姬的照片 长得这么像你 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啊 你怎么说 她不是我们的儿子呢 一定是有人从中作梗 见不得小记好 从中挑拨 你可不要上当啊 姚水莲画里行间 没有提及我的名字 可是字字句句 针对的就是我 而我 拖着下巴 看向陈诚 陈诚气急败坏 抄起旁边的花瓶 很致向了她 她吓得本能闪躲 花瓶在她身上砸开了花 飞起的碎片 擦伤了她漂亮的脸蛋 见了红 不等她尖叫 陈诚将一堆文件 甩到她脸上 胡说八道 事到如今 你还妄想蒙骗我 拿不知道 从哪里来的野种 烂鱼充树 针她妈的剑 怒火攻心的她 抬脚就是一串 看着散落一地的文件 这才看清楚 全是DNA鉴定 不同的机构 不同的国度 鉴定的结果 数字是20%至30%不等 最后结论 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非父子关系 我暗笑 太有意思了 摇水帘拾起纸张 瞪大眼珠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猛然抬头看向了我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飞飞 对不起你的人是我 可是小记 是无辜的呀 你有什么气 冲着我来 不许伤害我的儿子 求求你了 说话间 他又跪在地上 朝我磕头 而且还磕了三个 我露出比他们 还要惊讶的表情 你们在争辩什么呀 小记不是阿诚的儿子 不是你的儿子 那是谁的儿子啊 陈诚眼神复杂望着我 含着深深的愧疚 摇水帘猛地一下站起 眼神静着读 神色扭曲地咆哮道 刘飞 我知道你嫉妒我 嫉妒我夺走了你的老公 嫉妒我能生小记 嫉妒公公婆婆对我好 嫉妒我取代了你 我能理解 你想要撕毁掉我拥有的一切 可是 又不是我不让你生孩子的 你嫉妒我是我的罪 小记是无辜的呀 多深明大义的话呀 整个房间都是她比豆娥 还要委屈的回音 事态失控 梁助理怕我爆发 事情朝着更作死的方向发展 便开口说 有没有可能是医院弄错了呢 我冷声道 她可是在医院VIP病房 全程由陈总 婆婆陪着分娩的 压力给到了陈诚 陈诚说 孩子出生时 左臂胳膊有颗质 这颗质 现在还有 摇水莲的脸 刷得一下 惨白如鬼 不停地摇着脑袋 小记就是阿诚的儿子 阿诚 你相信我 不行 我们再去做鉴定 我滴滴笑了 因为 无论再做多少次鉴定 这个孩子 也没可能是陈诚的仔 十年前 遭遇老公背叛的我 下意识想要离婚 可是 陈诚并不同意 而且她还特别没当单 说是中了母亲的圈套 说什么爱的人是我 也是被家里人逼着没办法 毕竟传宗接代的压力 才让她糊涂犯了错 你不能生孩子 我也没逼你 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你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 以爱为借口 仿佛只要有她的爱 我能赦免她的所有过错 之后 摇水莲跑到我面前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 说是什么 只是为了帮我 只是想我得到幸福 毕竟只有我好 她才能幸福 没有孩子的我 是不幸福的 所以 她要亲力亲为 帮我争取幸福 孩子出生后 我会交给你 而我 任凭你处置 你要我去死都行 瞧 她的余光下意识描向了门口 门口站着陈诚 这哪是说给我听的 正是表演给陈诚看的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人至贱 则无敌 一个贱男 一个表女 你和陈诚真是绝配啊 陈诚受不了 冲进门来 骂我太不识抬举 太蛮横交纵了 彻底撕破脸后 我也不想要继续内耗 甩出了离婚协议书 当时 陈诚不同意 公公更加不同意 公公特别让陈诚 跪在我面前 赔礼道歉 而且还在我面前 用鞭子抽打她 老泪纵横 是我没有教育好儿子 没有管理好老婆 这让你受委屈了 可是 菲菲啊 现在的你离了婚 一个人怎么活 我和你爸是至交 我断不舍让你孤苦无依 陈诚不靠谱 至少你还有我 这个公公亲人 对不 你不看僧面看佛面 看在公公的面子上 把这件事掀过去 至于那个摇水帘 你放心 我会处理好 绝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让你心烦 我笑了 要如何处理摇水帘 公公压低了声音 语意却很强硬 非非你是个聪明人 女人要如水 才能活得自在 感情我还活在大清啊 天天各种想办法 扑我 我笑道 我不是急着离婚 好让你家有后吗 难道你的金孙 还妄想继承我 刘家的财产 一针见血地 戳破了公公的伪善 公公面色阴沉 儿媳 婚姻不是儿戏 我不是来劝你 而是通知你 这会你离不了 除非你净身出户 终于露出真面目了 利益面前 什么亲情 夫妻都是浮云 我也撂下狠话 那么我们法庭见 公公走后 婆婆又来了 拿着摇水帘的体检报告 像是斗圣的母鸡 看到没有 水帘的身体很好 想来很快就能怀孕了 不像你 三年都下不出一个蛋 女人做到你这份上 再不能生育 实在不是个女人 我想起了我失去的那个孩子 身体发颤 婆婆见我逐渐阴冷的脸 笑得更加欢快 不过没关系 只要你不离婚 就白白多了一个儿子 避免你以后孤独死 哗啦一下 我将手中的茶水 全破他脸上 婆婆骂骂咧咧 见我要将茶杯砸他脸上 在其人他的拉扯下 为避免家丑登上热搜 婆婆离开我的视线 之后的日子 我时常想起爸妈 以泪洗面 离婚官司很不顺利 事实证明 南方出轨 并不能成为 离婚合理分割财产的证据 那时 弱小的我 更不是老油条公共的对手 陈诚离婚百烂 导致我的精神逐渐衰落 好像陈家的目的就是耗死我 大约现实觉得我还不够惨 又有一个人来找我 将我彻底推到绝望之巅 岁的人是 湿式飞机式的儿子 上个月 他母亲去世后 收拾遗物时 发现了一个USB 里面有录音 我与陈诚的离婚案 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 他来找我 是想要告诉我 飞机失事的真相 录音里出现公共的声音时 我整个人僵住了 公共狼子野心 早盯上了我家的公司 一面撮合我和陈诚在一起 一面又利用亲上加亲谋上位 他自诩能力比我霸强 想要将整个流氏集团 占为己有 我只是他棋盘上的一步棋 飞机师也是被他下套 背负了千万赌债 要他拿命抵偿 否则要他家破人亡 伪善的公共 是一个笑面虎 非常擅长利用别人的弱点 不择手段达成目的 听闻至此 我彻底崩溃了 我被流产 不能生育 并不是意外 如同被人抛入了南极漩涡 身体上的每一颗毛孔 如同被寒冰针刺 是我识人不清 钻入了伪善公共 精心布置的圈套 伪善的公共 不惜利用儿子做儿 吊我上钩 杀了我双亲 还让我不能生育 最后孤独无一的我 只能耗死在陈家 让刘家集团 落入他的口袋里 而我只是任由他 摆布的牵线木偶 真相来得太突然了 以至于我没有真实感 极度的愤怒 让我极度痛苦 在绝望之中 我的情绪 从未如此平静过 我的余生 只有一件事 陈家 让我家破人亡 我自然得加倍奉还 于是我花巨资 秘密调查陈家的 每一个人的状况 当看到公共漂亮的 私生活档案 我认为 得为这场脱轨的婚姻 编辑复仇剧本 我看了眼手表 时间差不多了 抬眼看向大门 还没见到人 生仙道 爸爸 妈妈 十岁的沉寂跑了进来 却被眼前的一幕吓一跳 紧随其后 公公与婆婆同样一正 婆婆见到我后 如同见到魔鬼 优雅做派全然不见 宛如一个婆妇 你这个扫把星 又来找我儿子麻烦 当初是你闹着要离婚 后来又不提离婚 我还以为你多清高呢 你看你天天就知道 花天酒地 简直不是个女人 说话时 婆婆还将沉寂护在身后 唯恐我会对她的宝贝孙子 做出什么伤害举动 沉寂看了我 先对我翻了一大白眼 学着婆婆的口吻 骂我扫把星 摇水帘看撑腰的人来了 忙着上前 哭哭啼啼 宛如被正宫欺负的侧妃 凭着紫贵要太后主持公道呢 婆婆拔高了声调 你这只不能下蛋的鸡 还有什么 脸进我们家门 还不快滚 看到你 我就觉得晦气 坏了我们家的风水 婆婆的颠倒黑白能力 再次惊艳了我的三观 不过 我全然不是十年前任人摆布的花瓶 今天 的确是个好日子 婆婆逮住我 一个劲的鼠落 想将我赶走 因为你 我在朋友面前 都抬不起脸 陈诚 今天你要不离婚 就别认我这个妈 陈诚吓一跳 赶忙说 妈 你误会了 今天不关妃妃的事 是 目光如刀子般的扫向摇水帘 不巧婆婆正对陈继使眼色 这个陈继仗着是老陈家的独苗长孙 被陈家人宠成了有求必应的小皇帝 陈继呲呲跑到陈诚面前 撒娇让他爸休掉我 好给他妈疼位子 却不想陈诚面色铁黑 直接推开了他 就像看一个不干净的东西 从牙齿缝里挤出一个字 滚 陈继从未见过 爸爸发脾气 吓得嚎啕大哭 这可把婆婆心疼坏了 误以为是我从中作梗 开口就骂 你为了这个贱人 想要谋害我的宝贝孙子 你这小子是被猪油蒙了心 脑子进水了吧 他可是你的亲生儿子 我的宝贝孙子 一面安抚陈继不要哭 好像被推倒在地的是他本人 陈诚再控制不住 大声喊道 妈 陈继根本不是我的儿子 是摇水莲不知道 从哪里找来的野种 一直在骗我 要不是医院体检 说陈继的血型有问题 我还不知道 要被这个贱人瞒多久 婆婆当然不相信 直到看到地上散落的文件 还有一些摇水莲 过去做过的事 翻出来 她在大学时就不干净 当过坐台小姐 其中 还有摇水莲去医院修复处女膜的手术记录 婆婆看到摇水莲在酒吧坐台的捞女模样 真的当场失语了 摇水莲连忙从婆婆的手里夺过照片 握住婆婆的手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这些都是假的 照片是PS 说着摇水莲怨毒的望向我 刘飞 都过去十年了 我本以为你放下了 没想到你这般恶毒 见不得我们一家人好啊 又流出招牌眼泪 对陈诚 又是真情告白 十年了 你怎么还不清楚 我是什么人呢 这一切都是刘飞搞的鬼啊 刘飞就是嫉妒我 嫉妒我们的儿子 所以往我身上泼脏水 这样他才能继续当你的妻子 让我永远不能见光 他的膝盖好像特别不值钱 跪在公共面前 公共 您是一家之主 明断是非 可得为我做主啊 说话时 还故意露出了受伤的地方 公共处着拐杖 看着笑容满面的我 今天的事 是你安排的 我的笑容更灿烂了 拍了拍手 孩子又不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 我怎么能安排 您可真会说笑 还没等众人回过神了 我又抛出一记重磅炸弹 很不凑巧 我意外调查 知道了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 我给梁助理使了个眼色 他带陈继离开了客厅 当然 为了让众人更加明白事情的真相 我特意为这出大戏 录成了短剧 开场的第一行字 本故事巨石演出 真人真事 副标题 陈家私生子风波 事情经过是 姚水莲有一颗靠身体积极向上爬的心 成为堂主 二 老狐狸老陈总与贱男小陈总都是池塘里的鱼 白天是老陈总的贴身秘书 晚上是小陈总的红颜之己 姚水莲长了一张我见尤莲的清纯脸 男人都爱吃她软颜身更软这一套 然后姚水莲就怀孕了 视频内的姚水莲拿到了真的亲子鉴定 恍然说 陈继原来是老陈总的儿子啊 也对 小的有点蠢 老的比较精明 儿子是老陈总更好 反正我就是陈家未来继承人的妈 与此同时 我开始分发 陈继与老陈总的亲子鉴定书 分别来自美国的 日本的 还有陈家的私人医院的 姚水莲气得浑身发抖 瞪直了眼睛 不停地摇头 不是的 不是的 崩溃地放声尖叫 抓住陈继的胳膊 脑袋摇得像波浪鼓 在铁证如山面前 陈继狠甩了她一巴掌 看向了公公 爸 这是怎么回事 公公也如同受到巨大的冲击 烈切后退了两步 不过姜还是老的辣 公公很快恢复过来 你的我的 有什么关系 都是老陈家血脉 话还没说完 一个花瓶恶狠狠地砸在了公公的脑袋上 公公回过身来 便见到婆婆那张惨白如纸的脸 一击之下 公公直接倒地 难以置信地望着婆婆的脸 身体一抽一抽的 婆婆的手依然颤抖着 一瞬间 鸦雀无声 还没等陈诚喊出妈 便见到婆婆倒在地上 浑身抽搐 脸上交织着痛苦与震惊 这也能理解 婆婆掏心掏肺地帮陈家养孙子 没想到却是给老公养儿子 在心胸开阔的女人 也接受不了啊 陈诚一时之间 也不知如何是好 无助地看了看婆婆 又看公公 我缓缓走到不能动弹的公公面前 举高临下地望着她 笑道 恭喜公公 你老来得子 可惜的是 没有万贯家业给她继承了 董事会决定直接解除你的职位 至于股份 你本就是我的代理人 自然是没有一分一好的 对了 这陈家的别墅是集团分派的吧 车子也是用了集团的名义买的吧 恭喜你们老陈家成为穷光蛋 可以由您的小儿子陈继继承贫穷 我扣着指甲 漫不经心地笑道 公公 您至此都是我们刘家的一条狗 怪有意思吧 老陈总四肢抽搐 痛苦地连脖子都转不了 却只发出呜呜的声音 老泪纵横 似乎再说 不可能 陈诚这才回过神来 拦在了公公面前 背叛你的是我 你该报复的也是我 这一切 难道 你要大放 帮你爸养儿子 你该叫陈静子呢 还是弟弟 我笑得前腐后仰 陈诚抿紧嘴唇 憋出一句话 对不起你的人事 我眼神一冷 你这样的贱难 也值得我花心思对付 少给自己戴高帽了 你这样的贱难 我多看一眼 都脏了我的眼 我做这些 只是为了报仇 你大可以问问 你亲爱的父亲 对我家做过什么事 陈诚困惑地 回头看向公公 公公震惊到 无以复加的程度 我可以贴心讲述 残酷真相 当真相全部摊开后 陈诚崩溃地捂住了耳朵 懦弱地后退两三步 嘴巴里尼南着 怎么可能不可能 看到我坚定的眼神 他扑到公公的面前 爸 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然而 公公的表情 已经说明一切 陈诚瘫倒在地 看着晕倒的婆婆 抽搐的父亲 还有一地亲子鉴定书 流着泪 哈哈大笑 要么不做 要么做绝 公公死后 婆婆中风半边瘫痪 陈诚消失了 陈继这个孩子 被陈家宠得无法无天 由奢入减难 天天闹腾摇水帘 骂他是废物 说他想要大房子 想要坐汽车 摇水帘不想带着陈继着 脱油瓶过一生 跑来找我 我跟公公根本没有关系 陈继怎么可能是公公的儿子呢 这不可能 我淡然笑道 是啊 你是公公情人 这件事是我编的 摇水帘直直地瞪着我 怎么会 因为陈继就是公公的儿子呀 在我的友情提示下 摇水帘似乎想到了什么 如遭雷击 什么为了报恩 都是假的 他只是想要踩着我 上位罢了 我流产后不能生育 摇水帘看到机会 想要快点怀孕 特别去医院打排卵针 秘密调查下 我知道公公怕陈家无后 还特别咨询过动精的技术 当然精子还是得用新鲜的 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特别为摇水帘 与公公精卵一线签 成功淡下了爱的结晶 陈继 谁又会怀疑 他们两个人之间 没有奸情呢 摇水帘平住呼吸 你和陈继还没离婚 陈继是你收养的儿子 你应该对他负责 我拿出了法院判决书 亲切地说 我与陈继早分居两年了 法院起诉离婚 尽管他不到场 也已经诉讼离婚成功了 摇水帘倒吸一口凉气 嘴唇颤抖 你和陈继其实早离婚了 我挑眉 是啊 离婚五年了 只不过为了集团利益 密而不发而已 水帘 我真的多谢你牺牲自己 把我从肮脏的婚姻解救出来 也恭喜你如愿以偿 得到了陈太太的位子 收获一个飞扬跋扈的儿子 一个半身瘫痪的婆婆 我每说一个字 她脸上的恐惧增加一分 谢谢你帮我收购垃圾 余生潦倒 痛苦一生